Hello,Christy Hello 很久沒見 聽聞你們隊伍最近在發展項目當中 加入了很多綠色元素 是呀Henry 不如我帶你去會議室看看 好呀 為了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綠色城市 我們的東沖新市鎮擴展計劃 會在東沖海岸設置生態海岸線 為求提供合適的新景 給海洋生物棲息 增加生物的多樣性 接下來還會建設香港首個河半公園 並會建設訪客中心 希望改善區內的環境 促進親水文化和生態教育 說說你們隊伍 我知道你們為了在大嶼山推動綠色生活 都做了不少事 是的Christy 我們一致致力去推廣可持續的休閒康樂活動 和推動保育 不如稍後我們去南大嶼看看 這個越野單車練習場的設施很齊全 Christy 這裡是南大嶼山越野單車徑網絡的其中一段 我們除了在這裡擴建單車徑之外 我們還計劃去整合大嶼山現有的 以及一些新興建的遠足境 打造成一條約100公里長的環魚遠足境 說開又說吧 你們的大嶼山保育基金開始接受申請了 是的 我們今天特地約了大嶼山保育基金 諮詢委員會主席梁美如教授和我們聊聊天 不如我們一起去找梁教授 大嶼山的景致真是世界級漂亮的 還有它裏面有很多特別的物種 是值得保護和保育的 那你知不知道有甚麼物種是大嶼山特有的呢 我知道有馬蹄蟹 露氏小樹蛙 非常好 除此之外整體上的大嶼山 要想想長暖可持續發展 我們要大力保育南別的大嶼山 因為都是一個郊區 在推動保育的過程 政府亦發揮一些難度 就是因為很多地的擁有者 都是私人擁有的 如果要推動整體的保育 就要跟這些持份者合作 為了加強保育 政府成立大嶼山保育基金 就放了10億 5億就用來做一些小型工程 包括了如何優化山徑 提供康樂設施 又或者修緝一些比較古舊 而又有保育價值的樓宇 除此之外 另外一半的基金 就用來實踐一些保育的計劃 裡面有三個方向 第一個方向就是 去支持一些合作建議 讓到一些本地的綠色團體 慈善機構可以跟當地的社區 和土地擁有者合作 推動一些保育的工作 這個工作不單單包括生態保育 亦包括鄉村文化和歷史的保育 至於第二方面 就是推動一些研究的工作 譬如說可以研究一下貝奧 如何改善生態系統 令到更多昆蟲和雀鳥可以在這裏棲息 第三方面就是推動教育和公眾參與 這是很重要的 讓市民真的可以親身體驗 亦可以增加他們的保育意識 所以如果我們做得很好 有很多公眾去參與 去申請這些基金 協助他們達成保育計劃和實踐 我們就可以大大提升 我們總體在大嶼山的可持續發展 多謝梁教授你今天的分享 多謝